昨天比赛当中呢,可能还有,包括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,还有一些就是让球迷非常紧张的点,或者说稍微心里这个心跳加快的点呢,就是小胖的那个三米二的那个逆转。 当时中间是做了哪些调整,能够让你有那个逆转呢,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? 其实,首先我觉得打到决赛了,包括其实奥卡在整次比赛这个大会都非常好了,所以对于我来说,我觉得首先还是坚定,不管比分,包括在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,就不要影响自己的这种技战术的使用能发挥了。 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在落后的时候,有时候可能打不出来一些技战术,会被非常紧张的这种气氛压制住的时候,就尽量的先去把笔子咬住,然后先去给自己有一些这种空间或者喘息的机会,然后再去发动。 其实我觉得昨天比赛,因为首先是团比赛嘛,自己并没有说背负那么大的压力,就是就算落后的时候,因为第一场双打也赢了,给自己这种很好的局面,包括自己也相信后面同伴,就算自己输了也能够有这样能力,再去打比赛去赢下来。 所以自己其实在场上没有过多考虑输赢吧,还是很多的在投入比赛,专注比赛,也是在寻找对方的这种漏洞。 所以最后很开心,也能够把比赛赢下来,为中国队去贡献自己的这种力量。 嗯,你在最后一局的时候,是被大家以为就是打了一局的这个神仙球啊,网友是这么称呼的。 所以你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打出就是网友口中的那种神仙球,当时的那种心境是什么样的? 其实我觉得比赛,皮毛球比赛这种,其实两个人是一个制约跟反制约的这种过程。 其实一上来自己并不是说发挥的不好,可能对对手的这种制约上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高位。 所以包括这种发挥,包括质量,我觉得都给自己很大的这种威胁,包括局面也非常难受吧。 嗯,但是其实后面自己,包括通过其实老婆和徐欣在底下去给自己讲,可能从一些弱点上,从一些节奏上,包括自己内心这种能不能够沉下来,而不是说一直掉在嗓子眼上那种感觉。 真正,自己有一些改变以后,去更有针对性以后,我觉得可能对方的这种发挥就也会受到一些这种打一些折扣吧。 所以最后给自己空间比较大,包括局面领先,然后比分领先以后,整体的局面就会把握得越来越老吧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!